这一两个月 整个全球的局势变化的蛮快的 在中东的部分要关注的焦点是 包括了5月1号 美国要从阿富汗撤军 这件事情前段时间我们在聊 美国的布林肯跟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去了先自到日本再到韩国 然后布林肯就回到了阿拉斯加 跟杨洁篪见面 那奥斯丁这位美国的防长 就跑去了中东 他就到了阿富汗 说我是来聆听跟学习的 这趟行程对我有帮助 但阿富汗总统就说 虽然现在美国还没有正式的离开 但是已经爆发了非常多的暴力事件 包括了很多妇孺都惨遭杀害 请教下大使你来看 5月1号美国要撤军 现在还有2500位的驻军 相对于美军的话 北约的盟国的驻军更多 9000多人 我要请教你 奥斯丁突然去阿富汗 这时间上是之前有安排的吗 因为我看所有的媒体都讲说 是突然造访 那为拜登的中东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改变 我想他主要去还是看看 阿富汗现地的情况 因为川普之后跟塔利班的达成协议 5月1号之前要撤军 然后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阿富汗这场战争是美国 心惹起来打了20年了 不是川普要撤军 欧巴马也要撤军 好多都要撤军都撤不出来 那现在呢 拜登前两天也才讲 他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5月1号之前撤 会延一点 可是也不会延太久 所以把这个日期又搞混了 我的观察就变成就是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美国所扶持的阿富汗政府 事实上扶不太起来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撤军以后 那么这个政府可能就垮掉 然后塔利班就正式的班师回潮 让美国花了两兆美金 打的这场战争 最后打水漂 也就是说回过头来 他当时去整塔利班的 结果打了20年 他退了以后塔利班又班师回潮 这是美国人的最大的梦业 所以他现在就举棋不定 我很想问一下 为什么老美一天到晚 都是做这样的事情 把海山干掉之后 扶持伊拉克的政府 也是扶不起来 阿富汗政府也是扶不起来 为什么都会这样 是没有在当地真的是了解 他们的政治 或是他们的宗教背景 去扶持对的人吗 因为美国去的话 就是把人家本来受人望的政府 把人家打垮 树立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政权 傀儡政权 他去也不是真正去帮人家的 他是为了美国利益去的 所以他一切都是短视尽力 而且美国这个政府 我们说的更白一点的话 他去这些地方打仗 基本上真的是去创造和平吗 还是去创造问题 还是去埋下去更多的地雷 使那个地方永远不能够和平 进入长久的战乱 如果他要进入长久战乱 他不在乎长久和平 他的做法都是短视的 你今天他扶植这些阿富汗政府 为什么阿富汗的总统跟国防部长说 最近攻击越来越多 形势又不好 因为他要跟美国人告状 意思就是说你看 情势还这么乱 你走的话 不马上又乱了吗 就是他想拖住美国人 可是问题真正现在比较得民心的 比较控制据点比较多的 地盘出了城市 出了这个首都的城市 都是塔利班的力量 三分之二的领土 三分之二的领土 所以美国现在是上马容易 下马难 下不了马 当时伊拉克要撤也是一样的状况 你刚提到塔利班 塔利班已经警告美军了 5月1号 你们之前川普说的 所以5月1号一到 请你美军要撤 而且要撤得干干净净净 这是塔利班讲的 其实就像刚刚大致讲的 当地阿富汗总统说的都是事实 已经有很多冲突发生 其实不只是塔利班 还有其他盖达这些组织 都好像回来这地方 巩固自己地盘一般 黄老师你来看 因为阿富汗担心的是美军一撤的话 就基本上就撤手以后 可能就会乱得更加严重 北约目前跟美国不太同调 他们9500个驻军 还会继续留下来 因此看这局怎么解 美国既然希望能够 回到北约当中当老大 能够一声令下 大家都能够follow他 那现在北约还有9000多人 要住于那边维持和平 美国要撤了 那他在北约里面讲话 不就又更加的虚吗 那当然了 因为这个 我自己刚刚那个 其实拜登自己也讲过嘛 刚刚介大使也说了 你现在5月1号是撤不出来的了 那为什么就是美国从 刚刚讲花了两兆钱这些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美国如果再制造一个 这个是拜登可能是他上任以后 外交上面第一个负面不及格成绩单 就是哈富汗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让这个成绩单发生 还是让他再缓一下 因为撤军现在来讲 并不是美军棘手首要非做不可的事情 时间又是前任定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布林肯这一次 去北约开会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彼此去商量 我觉得美国现在并不是说 我要来回来做老大 你们通通都听我的 也不是说我人不测我就还是老大 而是说他要跟北约大家商量一个 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让大家变成partners 我觉得是如此 至于说 北约国家会不会说 那我留下我的军队在那边 我继续投钱下去 然后你拍拍屁股走人 那个就是要看 美国自己的算盘打得好不好 你看这个就是下不了台了 那我就要跟盟友一起讨论 该怎么样去解决 这时候就要回到多边来讨论 但当时部队冲 中东要制裁对方 我自己来制裁 我自己来先开打 这个有这样的道理了吗 郭委员 我问请教 因为除了这边之外 中东的夜门叛军青年运动 最近对于沙古地阿拉伯的提案 停火也不买单 他认为这了无新意 沙古地阿拉伯22号提出一个停火的计划 包括了联合国 包括了美国都是支持的 但是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夜门的叛军 就青年运动这组织 他基本上就是 背后就是伊朗 他也不打算停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吗 伊朗核协议都没解 他这里干嘛给你解 所以追根究竟 美国对于伊朗制裁没有松手 那夜门叛军也不一定 美国当初介入伊拉克跟阿富汗的正当性就不足 你说有大规模毁灭武器 你有找到吗 伊拉克 结果政府被推翻 你扶植一个人就是扶不起来 那塔里班你说那边有宾拉登 结果宾拉登最后是在巴基斯坦被抓 被杀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的正当性就是不足嘛 所以原来那个政权 已经是体制性的力量 那你把人家推翻了嘛 那继任的那个力量又不成熟 所以他光这两个地方就花了5兆美元 那现在都在收拾后果啊 那川普本来是4500个 川普是一句话就把2000人撤走了 所以现在剩下2500个 事实上根本没有办法撤啦 除非你就是放弃了 那放弃了可能 宾拉登又要 我们说盖达组织又要回来了 就是这样子 那你伊拉克把那个 海山的那个复兴党的力量都赶跑了嘛 结果他们去搞IS 嗯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你就是胡搞一通嘛 你根本没有一个中东的一个大战略嘛 中东对于美国来讲 当然重要的是石油利益 然后最大的坚定的盟友 包括以色列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那 现在沙烏地阿拉伯他 我相信他提出一个听我的事情 是包括他自己的疫情 在去年蔓延之后 全球对于原油的需求量降低 他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国家石油公司 而且阿拉伯他的获利从800多亿 变到400多亿 等于是砍半 所以大使 包括了需求降低 链油的利润下降 沙烏地阿拉伯基本上求财 求政治 在美国的势力介入之后 你怎么看 其实沙烏地阿拉伯 现在我觉得他们的处境 他应该是很紧张的 因为这个拜登讲的是人权 你知道真的从人权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沙滑游记者 沙烏地阿拉伯他要人权 美国真的要把他的人权标准拿出来的话 他会跟沙烏地阿拉伯应该绝交的 可是他两套标准嘛 选择性嘛 所以他一直在撑着这个沙烏地这个王室 他有公布事业报告 事业报告 那撑着沙烏地的王室 可是问题沙烏地现在内政问题很大 因为他这个王位继承的问题 然后他这个现在的王储呢 又颇具争议性 那他没有安全感 如果沙烏地阿拉伯 如果这个王位继承起内乱的话 那沙烏地阿拉伯真的是 会陷入动荡的 那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他们现在 这个这些王子 这么多王子 现在好不容易推出来一个 这个 这个现在这位王储 那么 可是他又前一阵子 又出现一个 这个 一个美联社 一个是美联社记者嘛 华尤记者 华尤记者 被谋杀的事情 那美国都不讲话 可是如果有些国家 要出来指责话说 那你拜登政府 你不是主张人权吧 那你为什么对着沙烏地阿拉伯 你又一手软一手硬 那在过去的时候 沙烏地阿拉伯 事实上就一直用石油做一个武器 一直有个传言说 当时石油跌到这个一桶 其实几乎跌破这个三十 要一直往下走的时候 那时候沙烏地阿拉伯 我们和俄罗斯一起投资 为什么要给拜登 不会给川普的事 让我们国的业务 可能是准败成的一群